2.外伤案例 5月30日清晨去农场工作室 发现狗狗姜汤右耳背有约10元硬币大小的不明外伤 当下立刻帮狗狗按推头部原始点 并敷涂姜粉在伤口上 在狗狗饮食加姜 第一次太浓不吃 只好降低浓度才肯吃 本来还要用暖暖包温敷 无奈狗狗会抓它而作罢 经过三天处理 伤口明显缩小 无奈狗狗因汇养而去抓伤口 使愈合日期又延后 6月22日已无愧赖 伤口愈合 5月30日 6月22日 前后23天 5月30日 5月30日